中方重视河野外相此次访华 届时呢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将同他举行会谈 就中日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我刚才也说了 双方王毅外长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 还将和河野外相共同主持第五次中日高级经济对话 那么两国共十多位政府部门负责人将齐聚一堂 围绕中日宏观经济政策 双边经贸关系 第三方市场合作和创新合作等广泛的议题 深入的探讨 来共同拓展我们合作的机会 我们对特朗普总统美方表态 愿意继续保持对话 不希望增加制裁 我们认为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信息 我们希望看到半岛的对话石头 能够保持并且深入地推进下去 中方密切关注苏丹局势发展 大家知道我们一贯奉勤 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我们也相信苏方有能力 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 我们希望也相信苏方有能力 维护国家的和平稳定 那么中国和苏丹关系传统友好 两国人民的友谊非常深厚 无论苏丹局势如何发展变化 我们都将继续致力于 维护和发展中苏友好合作关系